自從警務署國家安全署這個月初高調宣布 懸紅通緝國安八大扣之後 就開始了一系列行動 包括接連信聞部分通緝犯的家人 相關行動一直持續 警方國安署的正當調查 當然同過一些好事之徒的造謠抹黑 硬將警方愈發有據的調查行動 污衊為威嚇逃犯 和製造諸聯效果 日前更有所謂商界猛人私下向媒體放風 質疑國安署高調的動作或者野來犯效果 無容置疑 這些都是場外本港法治的歪理背論 到底那些提出諸聯論的人士 是不是皇帝不急太緊急? 不是嗎? 我們見到國安八大扣之一的袁公義 至今依然相當淡定 眼見子女和媳婦被帶走文華 她就完全不當是一回事 日前在節目上還未飛色舞 悍悍而談 形容自己未怕過 更揚言將會踩油玩到盡 又只跟她的大事業相比 家人根本微不足到 抓了我全家都沒得談 這位示犯中亂港為大任的國安通緝犯 甚至認為自己在通緝名單中排第二 地位比其他逃犯更重要 似乎對員工而來講 諸聯論簡直不值一提 況且至本月初警方國安署針對八大扣 依法採取行動以來 多位被帶走文華的人士 通通在接受調查後獲准離開 其中被文華的袁尼昌太太 身為執業大律師的容海恩 在會見傳媒時更客觀地指出 警方國安署的調查過程符合程序和公義 說句公道說 旁觀者能夠比當事人的現身說法更有說服力嗎? 事實上 正如擁有刑徵經驗的全國港澳研究會 理時法學教授傅建篪所說 警方國安署的這種調查標準 根本就是國際通用 符合國際調查水平 我們翻查資料都看到 美國為了追捕國安通緝犯 都會在調查過程中信問通緝犯的家人 例如遭到美國政府通緝的斯諾登 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都曾經到訪 斯諾登父親和繼母的住所信問 試問 自許人權燈塔的美國 都可以信問國安通緝犯的家人 為何香港就不行呢? 如果警方國安署因為外奸有質疑聲音 就放棄國際通用的調查方法 這樣又何來發展呢?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員工疑越囂張 相信只會令警方國安署 揭力追七八大扣的工作 獲得更多人士的認同和支持 至於那些提出諸連論的人士 以至私下放風大談商界憂慮的所謂猛人 本質上都是一樣 只不過是為了包庇罪犯 並在香港社會圈現恐懼 對立情緒 其言可彼 其心可諸 這類造謠抹黑的伎倆 香港市民近年其實已經非常熟悉 亦肯定不會再被這些勢力得逞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